脏啦 现在是吃虾怪最好的季节 你们应该不知道什么叫虾怪吧 蝦怪呢就叫做寄居蟹 这个东西我相信很多人没有吃过 我以前吃过一次 现在呢是它的黄最多的时候 所以说呢我就买了很多 好像是70块钱一斤 死啦 OK 这个呢就是蝦怪 每个蝦怪里边都会有一只这个虫子 看见没这个虫还在动呢 所以说呢这个东西绝对的新鲜 对不对 有点 实际上它好吃呢 一共呢50个 这个虫我就不让大家看了好吧 哎呀你们小浪哥出息了 出息了 我居然能买到活的海鲜了 我刚才看你是在动吧 看见没 哎 刚才看那个虫子啊 其实是共同生活的一种虫子 也就是说这个蝦怪呢 不单自己在这个屋里边住 他还有媳妇跟着他一起住 挺幸福的 我觉得大连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 蝦怪你们的家常才 就这样敲啊 哎 看动了没 看见没 动了 哎呀 看这个地方啊 就是能吃 里边全都是黄 蒸熟以后一挤 啊 超级难 摊在这里也不好看哈 给它拿到这里边 这个东西呢 形似小龙虾 但是它是虾怪 哇 哇 再来 不得了不得了 不得了不得了 这是虾怪的这个虾子 哇 nice 我这个虫子想咬我 你们敢看吗 太香了 我悄悄地做了一个蒜蓉的 按那个麻辣小龙虾的做法做的 尝一下 它的精华呢 就是屁股点 那个黄 啊 超级满足 还有那个蒜蓉的香味 这个脑袋就不吃了 然后还有就是它这个大钳子 只有一根大钳子 其实它这个味道呢 跟波士顿龙虾的味道是差不多 尝一下这个 直接蒸的 给它拿下来 这个呢就是黄 你们不要笑啊 就不要笑 就吃这个 鲜 nice 它小爪的呀 也有肉 就很少 再来个屁股 你们要不要吃个屁股 超级软 哎 满嘴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啊 就没有吃过小伙伴 真的可以尝一下 看 还是有肉的哈 肉还比较饱满 这个虾怪呢 春秋季节是最肥的时候 现在是最肥的时候 我买这么多 主要是小伙伴们来我家吃饭 我可以请他们吃这个 顺便呢 让大家看一下 见识一下 哇 着么大的一个屁股 看见没 啊 这个屁股 超级大 嗯 这一口 费点牙 哦 我觉得啊 我做的这个蒜蓉超级nice 我找找链肩啊 看有没有链肩 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吃蒜蓉 蒜蓉和这个黄的味道 交织在一起 鲜香 nice 不能再吃了 等会小伙伴们来我家 就没有了 拿菜啊 哎 这个是 这个虾子吧 我尝一下 也没啥味道 nice 哦 好爽啊 今天呢 就带大家认识了一下 这个虾怪 我觉得还不错 分享给大家 好 今天视频到这里 就是喜欢点栏 是冰冰 观众评论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